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姑子在新玉梅家里进进出习惯之后 就开始暴露本性了 她总是不经新玉梅的允许 就进出新玉梅的房间 甚至拿新玉梅的东西 好几次玉梅发现口红项链的东西不见了 在家里少了一大圈之后 丈夫问小姑子 小姑子才说是拿拿走了 对于小姑子这样的行为 玉梅是非常反感的 她几次和丈夫沟通 希望丈夫说一说她 就算丈夫说了 小姑子也不当回事 反而觉得新玉梅这个嫂子 又空门又计较 人与人相处 应该是相心比心的 小姑子不领情 也不好相处 新玉梅自然不愿意再给她好的脸色 所以之后小姑子来新玉梅家 新玉梅都是不冷不热 不再给她准备好吃的 也不再带她出门看电影光街 新玉梅说 就因为这样小姑子在公婆面前 说了她很多的坏话 有时候家里人群聊天 她还会子桑骂坏 说新玉梅不是一个好嫂子 而新玉梅觉得 小姑子年龄不大 才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所以没有和她计较什么 只是让丈夫在婆家说清了事实 常言道 你不惹人 人却来惹你 新玉梅的小姑子就是这样的人 新玉梅的好脾气 并没有换来 古嫂之间的和平相处 反而引起了更大的矛盾 新玉梅有个玉手镯 这个手镯是她母亲给她的 母亲把手镯交给她的时候就说过 这个手镯是家里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传到新玉梅手里已经是第四代了 对于这个手镯 新玉梅是非常宝贝的 因为害怕会碎 她一直都放在盒子里 没有拿出来带 那天小姑子又到新玉梅家里串门 新玉梅出去丢个垃圾的功夫 小姑子就把手环给打碎了 看到碎成三姐的手镯 新玉梅一下子便生气了起来 而小姑子看到新玉梅生气 就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她说 我只是拿出来看看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碎了 要不你找人包个鞭 反正又不贵 看着小姑子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新玉梅二话没说就把小姑子撵了出去 撵走小姑子之后 新玉梅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新玉梅的丈夫是很疼新玉梅的 她听到这样的事马上就赶回家 带着新玉梅去给手桌包边 不仅如此 丈夫还打电话骂了小姑子 语气非常严厉 一点都没有偏袒小姑子的意思 大概是被哥哥骂了 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吧 小姑子当即就发了一条朋友圈 朋友圈的内容是 这就是我嫂子 我不小心打碎了她的镯子 她就让我哥来骂我 大家看看这个镯子值多少钱 大不了我赔给她 这种镯子一看就不值钱 不知道她稀罕什么 在有人回复了小姑子之后 小姑子还截图 又发了一条朋友圈 女士 这是我一个懂于的同学说的 这种镯子最多才一两千块钱而已 她没有我给她 看到这两条朋友圈之后 新玉梅简直气急了 她把手镯包边的事情交代好了之后 就拉着丈夫赶回了婆家 回到婆家 新玉梅便大声呵斥 把小姑子给叫了出来 当着公婆的面 新玉梅把事情的原味说了出来 还给大家看了小姑子发的朋友圈 然后新玉梅狠狠地盯着小姑子 问她 你是不是要赔 小姑子回答 不就是一两千吗 我赔给你 新玉梅冷笑了一下 怒怼道 你没听过 黄金有价 玉无价吗 这手镯什么价 我说了算 我说她值十万 就值十万 十万你赔吧 新玉梅说完 小姑子在一边就闹了起来 公婆虽然偏爱小姑子 但也还是奖励的人 尤其是公公 她二话没说 就让小姑子闭嘴 然后回屋拿了一些钱出来 准备给新玉梅 新玉梅当然不是真的想要钱 她告诉公婆 小姑子这样只会作茧 自负 公婆和丈夫明白 新玉梅的意思 所以在这件事上 他们谁也没有偏袒小姑子 反而大骂了小姑子一顿 小姑子看到这架势 也是认怂了 之后再也不敢胡闹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 Kanak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客气 siet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